12岁进入国家跳水队 连续在04年和08年两届奥运会上夺下四枚金牌 退役后相夫教子 郭晶晶无疑是中国女子跳水史上的传奇人物 这两年难得见到她现身 仅有的几次露面也都是为了公益了 不过就在3月17日的一档真人秀的发布会上 我们看到了她的身影 这不是说好的赞不复出对真人秀不感兴趣的吗 其实我没记得我说过 那当然了因为我觉得有缘分了 身着朴素运动装脸上丝毫不吃粉袋 郭晶晶和她的运动员时期似乎并无差别 她说不是真人秀不想参加 只是这缘分比较难等 这一期会做一个跟奥运有关的 那做一个比较有奥运元素的 就是所有我们会去参加比赛的城市 都是曾经举办过奥运的 我觉得也非常好 可以从另外一方面带出一些奥运元素 那也去带出一些大家努力拼搏的一种精神 在跳水台奉献了自己18年年华的郭晶晶 心里始终装这个奥运情节 时逢2016年奥运年又是奥运主题 所以她不管片酬不管荡期 还搭上老公霍启刚出山了 因为我老公也做很多奥运的工作 那所以我说这次机会 我们也可以以另外的方式 可以推广一下奥运了这样子 当然有商量 有两个人有聊有考虑的这样 眼下节目尚未开路 郭晶晶却已经有了心理负担 希望不要太早被淘汰 因为会很丢人 比起书人 冠军包负颇重的郭晶晶 更担心的还有这一点 可能没太多中原细胞 希望大家减量 实在不是郭晶晶对自己要求太高 而是这次与他同样要支援秀 首秀的还有刘翔 论体能 退役还不满一年的刘翔 眼下依然在状态 而论综艺效果 刘翔更算得上是前辈 两位在比赛之前 要不要给对方放一句狠话 我想 我肯定会放死 谁放谁的水 还不知道呢 2016年春节 刘翔就在可烦经厅的 春节特别节目 各种放得开 放得自己要害羞 对对对对 唱歌也不在话下 歌之和好友姚明 在公益微电影里 已经有过出彩表现 不管怎么说 能看到郭晶晶和刘翔两人赛跑 就已经够吸引眼球的了 事实上 在他们之前 已经有许多奥运冠军 在各种真人秀节目里 给我们带来了不一样的惊喜 我们一直在不停地联系 然后基本上 还是差不多了 可以上去 就是我可能给他一些 他自己没想到 曾夺得四枚奥运金牌 16个体操世界冠军头衔的 体操运动员李小鹏 此前就在节目中 展现了舞蹈天赋 让妻子李安琪都大吓一跳 不过 更多的冠军在节目中 让我们看到了 他们私底下的一面 报告教练 林丹向你报道 在报告教练中 北京伦敦两届奥运会 男子羽毛球单打冠军林丹 降临节目 很意外的是 和明星队员们 他倒是各种相处融洽 什么一起做个滑板了 和队员聊天呢 后面我要去参加一个比赛 我很需要 白白和你能够 帮我挑选一些 比较出色的一些球员 希望他们能够 进入到我的战队里面 不过真要说 林丹也就是中规中矩 怎么能和世界 1500米自由泳 记录保持者的孙杨帝呢 对女队员们照顾有加 和男学员们那是不留情面 很多战队球方面 我觉得现在还是 就是越来越真人 越来越就是越真实化了 所以说如果我希望 在不影响训练的情况下 也就会可以去尝试 奥运冠军的日常也并不都是欢乐的 这不曾18次如获世界冠军 三次打进奥运会丹纳决赛 堪称乒乓球史上传奇的王浩 就因为在节目里太过耿直 一度引发争议 其实我是从心里头 我是不喜欢他来的 王浩的妻子颜波亚 婚前是总政歌舞团的一名舞蹈影员 热爱舞蹈的颜波亚 原本只是想在真人秀节目里 完成一个心愿 本甘来加油的丈夫王浩 却毫不留情地 泼了他一脸冷水 老朋友孙涛本来想得何时老 却不想王浩压根不买账 因为我是觉得也是看着 这个你的 咱们俩这么多年的这个关系 你把我这也拉来了 所以我才这个 才这个要才过来的 那我要不然我这样 那我就干脆我就走就完了 干脆我就走就完了 对不对 那我就直接我就走就完了 当然了 在一个月后的节目中 王浩最终还是回到了舞台 给了妻子最坚定的支持 作为我命中员来讲 他非常的拼 所以我也看到了 他这种的执着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中 奥运冠军在大家的心目中 都是不慎言语 埋头苦练 其实他们的内心世界 也很丰富 期待新的奥运年 奥运选手们 带给我们更多惊喜 新闻的再见 综合报道 by bwd6